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拆激光器 首先在这个光路的后面有四个螺丝需要松开 这个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需要松开 松开以后 然后这个 这个是活动的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罩子给它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固定底座 固定底座下面的螺丝都不要去动它 然后再看这一面 上面有两个螺丝 把这两个螺丝松开 松开以后 这个整个就可以抽出来 这个叫隔离器 整个隔离器抽出来 抽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需要 把这四个螺丝都拆掉 然后把隔离器 从这个里面 出来 然后从这个里面出来 然后呢 再把这四个螺丝拆掉 再把隔离器 从这个孔里面 从这个孔里面穿到这个里面来 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这个线就是隔离器 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然后看到这个激光器 这个叫激光器 激光器 这个插头 这个白色的插头 直接两边的螺丝拧一下 就可以把它拔掉 这个插头就 就不用带 然后我们需要带的是 这个黄线 黄线 然后连接的上面的隔离器 然后整个拆出来 整个拆出来 然后还有一条灰色的线 我们顺着这个灰色的线去看 它是接在这个24伏的开关电源上的 这个是24伏的开关电源 有三条线 一个是24伏加 24伏减 还有一个PE 我们把这三条线 把螺丝送一下 上面有螺丝 螺丝送一下 就可以把这三条线拆出来 然后呢 固定激光器的有四个螺丝 一个角上有一个螺丝 把这四个螺丝拆掉以后 整个激光器就可以拿下来了